他有指出了說四個 為什麼是誰 把張亞中送到考紀會 他把人給點出來 他點名的這四個人 第一個就是 選間小組的召集人曾永泉 還有就是剛剛 寒冰講到的代理黨主席 蔣根黃 還有秘書長李乾隆 跟組織部門的主委李哲華 也就是說當初有黨員 提出這個案子出來之後 然後就送到這裡來 然後他們討論完之後 就說不然就送考紀會 所以這是一個流程 蔡正王他就說 蔡正元他就認為說 就是這四個人 但是蔡正元他也說 可能還有幕後的藏進人 我要問一下 問一下大千 還是問一下永平 就因為你們黨內的事情 或許你們比較清楚 還是不方便講 我可以講一下到底怎麼回事 其實沒有不方便講 因為這兩天我也很好奇 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 我到現在並沒有表態 我支持任何一個人 就是說這四位候選人 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麼他們跟我也有很好的互動 我對他們每一個人 也提出過很中肯的建議 所以我跟他們的關係非常良好 我不會偏任何一邊 但是這件事情 因為我當時看到這個發展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詫異 所以後來我昨天跟考紀會的 庆源通過了電話 我今天跟主發會的折華通過了電話 所以我大概了解了這件事情的全貌 就當然剛才這個韓兵講的沒有錯 就是說既然要選舉 難免會有一些火花 如果大家都要把手腳綁住的話 怎麼打黨內初選 可是韓兵你知道嗎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就是這樣 沒有 我參加過 國民黨的黨內初選 台北市長當年那場黨內初選 我有參加 大家可能忘了 當時我跟丁守中 鍾小平和張顯耀 我們四個人參加的 參加黨內初選的第一件事情 就在登記的時候 你就要先簽一個竊節書 就我保證不攻擊黨內同志 原來本來就有這一條了 這個本來就有簽竊節書 你沒有簽這張竊節書 你不可能去登記黨內初選 這個我們在立委選舉的初選 也是有 都有 他這個就是很長年來的 選舉怎麼會不去攻擊別人 韓明講就是說 選舉不就是要講自己好 然後去講別人不好嗎 所以就像韓明講的 就是說也許國民黨 要考慮調整一下我們這個制度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交了保證金 我還簽了一個竊節書 你們也很奇怪 你們這個要選一個黨主席 要很多錢 你知道保證金加上作業金 加上登記金加上處理費 要1328萬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黨員想來當黨主席就可以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就是當然也要跟大家抱歉 就是國民黨 可能很老舊的一個規矩 可是行之有年 因為我就簽過好幾次了 每次參加黨內初選 大家簽一遍 然後在我當時打黨內初選 你都沒有攻擊別人嗎 我怎麼敢 上面就簽了說 如果你攻擊對手 你就失去了競爭的資格 我跟大家抱一個小料好不好 我跟大謙兩個 我們當年都是學生手 我們一起幫丁守中選舉 然後他現在就跟他競爭 然後你又不准宮杰 要把他守守 我們不要選了 而且我要強調另外一個 題外話 就是因為這樣 剛才韓明講的重點 因為丁守中老師 是我們兩個老師 你們國民黨真是 問你兩個攻擊一樣 所以我那一次 我那一次打黨內初選 當丁守中老師 被另外一個對手攻擊的時候 我還幫他辯護了 因為我看他是我老師 我一定要幫老師辯護一下 但是我要提到 為什麼我要講我的例子 因為在那一次黨內初選裡頭 某一個參選人 他也是強力的攻擊對手 所以那個時候 台北市黨部有考慮 要把他送考機會的 說你為什麼在 黨內初選的辯論裡頭 你要死咬著丁守中 一直拼命的攻擊他 所以我要講 這就是國民黨的文化 那麼因此結論是什麼 結論是我覺得 鄭元哥可能想太多了 這件事情就是誤會一場 因為我問完了之後發現 這個原貌是什麼 我可以跟大家還原一下 原貌就是說 當張亞中老師在政見會 以及後面的一些 相關的行程裡 他不斷的緊咬著 朱立倫是美國 憲民這件事情 引發了很多黨員的擔憂 跟很多黨員的反應 所以其實主發會也好 考機會都有接到 選民打電話進來 因為各位知道 黨主席選舉 每一個人都有支持者 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 主發會就可能太天真的以為說 既然是接到這件事情 可能就要做一個處理 他們擔心這個事態會擴大 因為當天同時又發生了 張亞中老師剛才 韓民哥講的那三張本票事件 他們就擔心說 網內互打就變得更嚴重了 一邊打美國憲民 一邊打你的三張本票是偽造的 是有問題的 這個黨員是還要選嗎 這黨主席選舉就完了 整個國民黨不管誰當選都慘了 所以後來那個時候 主發會就很天真的以為說 好 我們要制止這件事情 大家都不要黨內互打了 所以才把這個事情 移送到了考機會 那我也問了考機會 我說那移送會 取消他的拆選資格嗎 考機會告訴我 怎麼可能取消拆選資格 頂多就是警告一下說 你不要再往黨內互打了 就好像我當年參加 那一次台北市長 這個初選是一樣的 那個時候也是台北市黨部 出面去警告的某一位候選人說 夠了 你不要再繼續攻擊頂守中了 不要再黨內互打了 因為保住每一位候選人 將來可能參選的一個態勢 包含他的優勢 你不能把他毀掉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如果你要講到 真正的來做政治算計 得力最多的 當然是張小宗老師 因為他是一個受害人的角色 所以會讓他的支持者更支持他 而且他轉移了他那個 對 原本如果今天豬豬姐 再繼續追擊 我覺得豬豬姐那天已經站出來 應該講得很重的話了 豬豬姐質疑那三張本票的問題 那是因為這牽涉到豬豬姐 自己的操守問題 豬豬姐不可能容忍的 所以這件事情 真正最大的例子是張小宗老師 最大的受害者是誰 當然就是江啟臣跟朱立倫 這兩個人現在急急忙忙的 要出來撇清 而且不當然撇清 還要把責任推到 另外一個人的身上 因為身怕推得慢一點 自己就要揹這個鍋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看完這件事情 就讓我覺得 國民黨內部的一個荒謬的生態 我覺得國民黨如果要重建 國民黨如果要轉型 我們要把我們過去 很多將綱的模式把它拋掉 就國民黨 這就是國民黨內部 我講出來大家不覺得笑死嗎 我自己聽完之後 我都覺得笑死了 說我本來以為 有什麼了不起的陰謀 誰要把誰幹掉 結果沒有誤會一場 誤會一場還搞出這麼多的事 把我們國民黨臉都丟光了 然後這些所有的參選人 每一個人都要出來撇清澄清 發誓說跟他沒有關係 結果的確是跟他們沒有關係 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故事 所以國民黨如果沒有 徹頭徹尾的從觀念上 這個形式風格上 黨內的規矩上做全面的調整 說真的 你要選哪一個人當黨主席 我都不見得認為 他可以把國民黨救起來 怒猛絡 每張大叫 喉嚴 喉 Пред、喉嚴 製喉 喉嚮 喉嚨 喉嚨